虽然沙巴政局还没有稳定 首长纳杜斯里哈芝芝今天还是重组了内阁 一如所料 沙巴巫统主席纳杜斯里邦莫达 和另外两名不支持首长的巫统议员 都被踢出局 两名希盟议员成功入阁填补空缺 至于支持哈芝芝的巫统州议员 还是可以上官 首长看来还想继续和巫统合作 其内阁成员今早宣誓 邦莫达出局之后 原任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部长 拿督沙赫米替补上位 结果他的副首长和工程部长职位 不过巫统从第一副首长 变成了第三副首长 他留下的空缺依然是巫统的囊中物 原任农业和渔业助理部长 拿督詹士拉迪升职 沙巴西蒙主席来自公正党的 拿督刘靖之重新回到内阁 这次是接替巫统杰飞阿里芬留下的 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至于冯进哲 则是出任工业发展部长 首长阿志芝发文告强调 那个改组是必须的 这是为了巩固州政府 确保有个强大团结 有互信 还能够互相尊重的执政团队 菁琳环境部长 报告强调 界部长阿志芝发文